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拉 本期视频带来带来的是 妖精尾巴版电路动画第3集结束 改变是同名冒的第4的3话 到第4的6话的内容 特别是误会 欲血激战 缺战胜负以及白色意志 大家非常不多说 直接进入主题吧 在牧师龙的最有首城市 路西格雷一行人 还在想着要如何将失诱者的敌人给打败 首先可以把米拉他们收入卡片之中 反而却表示米拉这位X级魔导师 一定能够打赢的 因为米拉可是那位传说的没有了米拉针 带着米拉被恨的吹了一波气 强大的实力 最终能想着米拉是肯定没问题的 便总能想着要如何对付白魔导师 提起白魔导师的其中一个人格桃花 貌似对纳子有好感 便纷纷看见了路西 好奇路西会有这样的想法 并她和纳子紧存在一起 路西表达自己很同情这台湾的遭遇 并纳子对这方面完全没兴趣 所以在剧中路西仇是吐槽 纳子对男女之情这一块没想法 同一时间 她又抱着了纳子向她求助 但发现 抱错了人后 有感到有点抱歉 所以在看到哈比后 双眼充满像爱情的直轮 哼着把哈比抱了起来 走出了纳子大人 知道哈比纳子感到无语以及梦 她便提起在一年前 当自己被关在通知时 那是其中佛来救她的故事 让她瞬间对纳子一见钟情了 知道哈比帮卡喉咙的时候 不错了纳子打了自己的名字 这来让卡拉搞错了 以为哈比就是纳子 那经过了解后才知道其真相 向他们表示抱歉 这样搞错了自己心爱之人的名字 但是自己的身体还被摆摩导师给占据 而感到愧疚 知道桃花认为现在的她 或许可以变为原本的样子 变成了魔法 而变为原本的身面目 原来桃花的真人 是因为有只紫白色的女性 吵来着猫咪 虽然让纳子感到惊讶 而哈比感到好可爱 反正对她一见钟情了 只能纳子在吐槽一句 那么下路呢 哈比表示 那是谁呢 直接让远方的下路感到可惜 但是被好奇为了她会在这边 而摆摩导师又怎么样了 而指着镜头来到慕神龙周所的城市 也就作为埃斯基摩导师 拉克萨是与阿尔莎之间的战斗 阿尔莎换上了雷蒂之铠 向拉克萨进攻过去 她很幸运的被拉克萨给闪躲 可以被拉克萨的一拳雷剂 把铠甲给破坏掉 结果拉克萨一发雷蒂能够爆笑 命中了阿尔莎 而雷蒂之铠已经被破坏了不少 阿尔莎表示 整个装置在攻击里的部分 别发生了清新之一 也放了灭龙印 拿出了真红银 然后将拉克萨给打败 拉克萨看在阿尔莎都 拿出了灭龙属性的武器来对抗自己 这也不服输 把自己在对抗阿尔莎时的敌人的时候 随着了新招式 细雷龙模式给搬了出来 来对抗阿尔莎 就在自己的伊森娜喊吓 其拍了在身上的雷蒂 变成是红色一样 整个是骑雷蒂来攻击阿尔莎 阿尔莎闪躲过去后 便回到来进攻拉克萨时 他被拉克萨给闪躲 接下来打击阿尔莎 所以拉克萨还想趁身追击 变成一阵雷蒂来攻击阿尔莎 那被阿尔莎给看穿反击了回去 可是阿尔莎依然斥下拉克萨的攻击 一般早前的热龙在那边看现场的击战 发现两人都是自家人 而感到有点夸张 拉克萨看见打不过拉克萨时 便使出了无人提交给自己的高等附加素 让纳斯的火焰和葛瑞的病的属性 复杂在自己的剑上 接下来拉克萨的进攻 一发冰炎剑 冲击了拉克萨时 但拉克萨依旧不放弃 让自己失去了血液来增加了自己的力量 便使出满满重的雷蒂 再向阿尔莎进攻过去 使阿尔莎再次受到严重的雷蒂攻击 而受到重伤 他依旧不愿意放弃 并表示面前的拉克萨只是一个怪物 一般的龙反而认为两人都是怪物 现在打了那么久都不累 这个两人 就继续经营着一系列的阶战 双方都达至七五香的 完全不放水的在进行战斗 之后拉克萨接触了雷龙放天戟 阿尔莎伤开了后 放射了天轮之铠 使出了天轮缭乱直接来进攻拉克萨时 这被拉克萨的雷拱 四色异雷给破解掉 他们继续经营着激战 而在阿尔莎倒下了 表示自己用尽了所有的魔力 已经没有办法再战斗下去而认输 在拉克萨看到阿尔莎笑了起来 便好奇疑问 阿尔莎解释之所以自己会笑 原因是自己很开心 因为自己一直很担心着 他们在去版约路的期间 没有人能够好好的保护公会 但发觉到面前拉克萨却是如此的强大 这样一来自己就不用太担心了 同时也了解到 威安达只会敬佩着如此强大的拉克萨时 便承诺 下次自己一定会遗过他的 说完话后 阿尔莎便疲累的倒了下来 拉克萨表示自己 其实也觉得差不多到极限了 所有也跟着一起倒了下来 一趴热龙表示很开心 有两个怪物倒倒了皮子 原本热龙想要吃掉拉克萨时先的 但想了下还是先完成任务 被把宝珠给破坏掉 使得整个大地再次震动了起来 赖射在其他地方的居民们 要为疫情的施动者们都感受到了 与此同时 桃花通过大地的震动 发现到第三个宝珠已经被破坏掉 就像他们现在这边 已经走在左边城市的宝珠而已 所以势必要保护好宝珠 不然的话 穆斯隆的力量却被白魔导师给夺走了 因为桃花说完话后 貌似白魔导师的人格醒了过来 只怪这桃花为了变回来原本的姿态 他劝告这白魔导师要收手 但白魔导师无动于衷 而桃花没办法阻止白魔导师 便向哈比他们说的道别 而被白魔导师变为了原本的人形 白魔导师变回来后 直接让纳斯换下这里的宝珠 便开始摆背着纳斯 直接让纳斯成为自己的傀儡 其实纳斯想要和白魔导师说道理 让人家全部受理 哈比想要帮助纳斯 却被白魔导师给剃开了 但只怪这白魔导师竟然狠心的把哈比给剃开 毕竟双方都是超越者 但白魔导师表示自己是人类 只是藏在了桃花的身体里面而已 因为纳斯要被白灭完成时 永恒了哈比 拿起了宝珠和你的朝向 白魔导师丢了过去 白魔导师没意识到变中了这个攻击 随时白魔导师的身体开始 执出了水晶块以及一些树木 哈比看到后 选择先和纳斯一起溜走出去 便提起这些英珠比亚说道 白魔导师不能破坏宝 才猜想白魔导师或许不能触碰到宝珠 才有这一世的行动 哈比在心中想到刚刚向自己告别的桃花 感到心疼 成了自己会想尽办法来拯救桃花的 既然狼废了白魔导师 感染着自己被哈比他们摆了一道后 而本期的剧情就到此该断了 为了白魔导师会害怕很宝珠呢 以及温敌年龙年龄暴露的战斗 将在下一集一触即发 让我们期待一下动画下一集的内容法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此结束 还有热热爱心观看 我是属王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